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再一次分享 教宗的劝语 爱的喜乐 上一讲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章 家庭的事实与挑战 我们讲的主题上一次是前半部分 家庭的事实 家庭的现状 目前家庭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昨天我分享了三点 今天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讲过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一个临时的文化 个人主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为别人着想 为所欲为 特别强调自由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就要这种自由 谁也不要管制我 然后享受 为了能够享受 需要拥有 拥有的越多 我更能够享受生活 什么都不缺 虽然事实上心里很空虚 心里的空虚 想用外在的这些东西填满 事实上 事实上什么都不会填满 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然后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影响 一切都是临时的 没有一种长久的友谊 婚姻本来我们结婚是一辈子 可是我高兴了 我们就在一起过 不高兴了就分手办 这是今天大多人认同的观念 我们不再为了别人生活 而是我在找我自己 在我自己以外 看不到别人 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利益 我不再看 最后我们也讲到基督徒 我们的责任就是 活出美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好影响别人 作为教会也需要反省 我们是怎么样教导 关于婚姻的信仰 是怎么样陪伴家庭 让他们好好的度家庭生活的 可能在这方面 我们做的不够 而不只是批评 大家都离婚 家庭不和谐 教会就在那里批评教友们 或者拿出一些硬性的规定 命令教友们怎么做 不 我们所做的可能是 需要脚踏实地的 去理解他们的难处 去陪伴他们 同时 借着言语或借着一些实际的榜样 拿一些非常美的家庭 放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羡慕 让大家作为榜样 去学习 这是昨天我们讲的前半部分 家庭的现状 今天呢 我们继续几个段落 就结束了这个前半部分 谈到家庭的现状 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生育率下降 普遍的 夫妇们 都不再愿意 要孩子 像从前一样 三个五个 还算比较少的 七个八个 比较正常 这是 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大家的思想 后来在 八零年以后 特别在中国 实行计划生育 国家强性的 硬性的 来控制生育 用了这种看起来 非常有效的办法 你生孩子就发款 生孩子抓住以后 孕妇就要堕胎 很快 生育率就下降了 就得到了控制 其实 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从道德良心上讲 任何人没有权利 替父母决定 要孩子的数目 父母根据 自己的家庭状况 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经济的条件 要负责任的 选择我们要几个孩子 教会在这儿不是说 我记得教宗讲过一句话 有一点 怎么说 开玩笑 或者幽默 他说 你们生孩子 不要盲目的生 叫兔子生育法 就像 怎么说 几个月生一次 几个月生一次 我们就也不管 将来孩子 能不能吃上饭 能不能 受到教育 就这样 让他自然的延伸 不要 要动脑筋 要考虑 一个基督徒 要负责任的 我生孩子 要养孩子 要给他吃的 给他教育 要培育他 让他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当然 我们没有计划好的时候 孩子来了 我们要欢迎 是这样一个 有责任的 负责任的 去决定生育 而不是盲目的 在这方面 任何政府 没有权利干涉 生育 更不要说 强制的堕胎 或者发款 这个是不忍道的 但是 多少年以前 现在 中国政府放宽了 生育的政策 可以要二胎了 事实上 大家也意识到 就说这个 计划生育 所带来的 负面效果 比如说 就拿我们 中国的情况来说 男女 已经失衡了 失去平衡了 有一些社会学家 他们专门搞研究的 他们说 现在男女 失去平衡 给社会 带来的 负面效果 比那时候 不搞计划生育 人口 自然的繁殖 增多 可能会很多 就不是今天的 六十亿了 给社会 带来的 负面效果 更大 也就是 让他 随便生 也不像今天 控制以后 这个 负面效果 大 不只是 男女失衡 老龄化的问题 都是老人 将来 一对年轻的夫妇 上面 不只是四个老人 男方两个 女方两个 甚至爷爷奶奶 可能八个 甚至十六个 他们怎么工作 有多大的压力 来养活这八个 或者以上的 这些老人 这个是 很快的 用这种 一刀切的 计划生育政策 带来的 负面效果 当然 一方面 来自 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 生育率降低 来自医学的 发展 医学方面 一怀孕 发现有一些问题 那好 我们不要了 这个孩子不健康 有一些就 堕胎了 然后 优生 优异 所谓的 那就是选择性的 要好的 不好的 我们不要 然后 还有一种思想 就是 来自上一课 我们讲的 消费的社会 我们赚了钱 我们自己花 要孩子 将来会花去 我们多少钱 费多大的精力 好 我们有一个就够了 最多要两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再也不要了 这是一种消费的 自私的 个人主义的社会 所以 出于以上各种原因 刚才我列了三个 来自政治的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 来自医学方面的 为了孩子的健康 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 不考虑 要更多的孩子 然后就是 社会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 消费的文化 导致生育力下降 其实当这个生育力 无论因着什么原因 下降的时候 对于将来 人类的未来 那个希望 就会越来越降低 经济要后退 而且没有什么未来 我们大家都 将来没有年轻人了 可以想见 世界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讲到 家庭的现状 这是今天 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生育率下降 其实在国外 更是这种情况 将来中国也不例外 很快就会 整世界接轨 就像国外一样了 都在国际化 大家不要孩子 因为是那些 基督徒热心的家庭 会要孩子 会很多孩子 他们三个五个八个 这些热心的家庭 他们要孩子 他们愿意付出 为孩子牺牲 其实孩子是财富 我们以为手里拿的钱是财富 那个说没有就没有了 真正孩子 每一个人是创造财富的 他会想办法改善这个世界 利用这个世界生活 没有问题 天主给了人这个能力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人多了 会有吃的吗 将来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是起人忧天 天主给每个人 他既然创造 就准备好了一切应有的 应有尽有 什么都不会缺 天上的飞鸟 他都照顾 何况人呢 这是耶稣说的 我认识不少的家庭 在国外 都是热心的基督徒 他们会很慷慨的 接受这个生命 作为天主给的礼物 我们现在的堂区也是这样 热心的家庭孩子比较多 一方面他们不堕胎 孩子来了 他们说天主赏了个孩子 我们就接受 就这样就多了一个孩子 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去计划 负责任的计划 另一方面欢迎每一个生命 他们也有牺牲奉献的精神 为了孩子牺牲 将来这个孩子能够为社会 为教会 带来未来 带来希望 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问题 生育率下降 家庭的另外一个问题 孤独感 我们说过 不是个人主义吗 把自己放在中心 只有我自己 不要别人 不考虑别人的好处 我自己赚钱 我自己享受 我要完全的自由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 现在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你们以为怎么样 我们排除的不只是别人 凸显我自己 连天主也不要了 连天主也不要 天主的诫命 那对我方便我就守 对我不方便 我守不了 我做不到 对不起 或者过时了 保守了 我也不要了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文化 当我们不要天主 不要别人的时候 自然会有这种孤独感 我们在很多事情面前感到无助 人需要清醒 不要骗自己 你是有限的 天气热的时候 你没办法 开开空调 是 现在 每年的气温都在上升 恐怕有一天你怎么办 这个水越来越少 这个海平面在 每年在提高提高 将来这个泥石流 这些水 要淹没一些城市 人怎么办 人活在这种害怕当中 我不是老大吗 不管别人 也不要天主 那好 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们没有依靠 我们就没有办法 觉得害怕无助 这个是离开天主以后 我们的一种孤独感 这也是今天 今天的人比以前挣钱多了 生活改善了 可是精神压力大了 我想你们都承认 有多少焦虑症 犹豫症 这不是吃饭吃的胃痛 不是饿的 不是累的 可能就是心里累 压力太大 我们的内心的这种 孤独和空虚 离开天主 我们只是靠着自己在拼 人受不了 长久这样下去不行 这种孤独感 来自现在的文化 我自己 只要我自己 那好 你自己 耶稣给我们说 你们到我跟前来 我要让你们安息 我们今天的人 不感觉到 有需要到天主那里去 我们就安息不了 我们就不能休息 我们的心 就一直在累 所以才有好多的问题 同时一些社会体制 也不完善 可以说 以前生活在农村的人 我们知道 我就是在农村长大的 邻居那是邻居 乡亲是乡亲 谁有困难 大家来帮助 我记得小的时候 有时做了饭 家里 村里面 又吃不上饭的 有的亲戚也好 一个人在过 包了饺子 拿点饭给他送过去 让他也改善改善 或者让他到我们家来吃 这是常有的事 你家盖房子 好 找几个帮忙的 全孙的人都来你家帮忙 这三天五天 妇女们在 做油条 在熬肉菜 想办法改善 因为大家都来帮忙了 男的干活 女的做饭 就这样子 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今天还有这样的吗 今天的人 因为都是个人 我管我自己 亲戚朋友又怎么样了 你给我钱吗 我给你帮忙 对不起没时间 我上着班呢 不能耽误 其实如果你 你这儿有钱 或者有利益可得 什么都可以做 只不过是 白白帮忙 我不愿意 一句话 今天的人 是一个个人主义 是一个自私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跟三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以前 完全不一样了 谁也不再关心谁 包括在政府这一方面 社会体制 对新生的孩子 一直到老年人都缺乏应有的照顾 顾不上 有好多钱都装到当官的手中了 他们都贪污了 给老百姓做点事 做不了 今天的当官的都是不作为 不要出事就好 你不给我钱 我让你做 不可能 我没有好处 我不会 也不会让你去发展 给老百姓做点事 我得先想 我有没有好处 为什么我当官 我是买来的 好多官是通过关系 买来的 然后呢 所以他自己没有好处可得 他也不会给老百姓做事 谁想做事 拿红包送礼 这不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吗 所以人们不再彼此关怀 这个是今天的社会 医疗方面 以前自己掏钱看病 今天有医疗保险 但是到头来住了几天医院 你花的钱少了吗 也不少 给你报了不少 一大部分 但是剩了一小部分 也不少 问题出在哪里 国家也出钱了 但是钱落到医院 你自己 该拿多少 还是拿多少 差不多 是 我不否认 有一些老年人的福利 这个是很好 慢慢在改善 我们的政府也在 慢慢的想到 这人 人生 各方面 只不过需要时间 慢慢的 逐步的 在越来越照顾民生 有时由于贪污腐败 到不了我们下面 政策是很好的 这个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我们也为政府祈求 希望他们 知正为民 以人为本 而不是以钱 以自己的利益 医疗 工作 教育 对婴儿 青年 老人 住房 包括 各个方面 有时家庭都感到有压力 说实话 我们这个是今天家庭的一些问题 另外 有一些家庭 是单亲家庭 父母离婚了 或者其他的原因 孩子只是有妈妈 或者只是有爸爸 或者跟着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住 孩子从小 每个孩子 有权利得到 父亲和母亲的爱 可是 这些家庭的状况 让他们 这种爱被剥夺了 有的是婚外生的孩子 然后这些孩子 受到一些 从小 得不到应该有的照顾 甚至 有一些 因着贫穷 或者战争 或者其他的问题 受到一些性侵犯 本来家庭 是应该 保护孩子的地方 结果孩子 在家里 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和保护 被迫 去卖淫 或者毒品 在学校 或者团体 甚至在教会中 也会有一些丑闻 受到性侵犯 这个是 教会的耻辱 是全世界的一个耻辱 那些弱者 教宗说 大家都应该保护 我们天主给我们成年人的义务 是保护孩子 这也是一些家庭的状况 另外 还有一些家庭 他们面对着移民的困难 移民 本身 从一个地方 这个家庭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因着做生意 或者因着其他的原因 搬到另外一个省 另外一个市去住 是一件好事 可以认识一个新的 风土人情 可以在那里更好 工作或者读书 或者为了照顾家人 一家人搬走了 本身是一件好事 对当地的人 对自己是一种彼此的丰富 原来 咕噜寡文 住在一个村 从来没有出去过 或者在山里面 不方便 现在搬到城市 打工读书 那是一种改善 可是 有一些移民 是因为被迫 强迫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里打仗 这里 受迫害 比如说 有一些民族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像中东 伊拉克 阿拉伯那边 大部分都是毁教徒 结果有一些是基督徒 他们就不能在那待了 整天欺负他们 他们教堂被拆掉 不能祈祷 然后家族里有一些什么事 他们经常被欺负 你就几乎各方面的权力都没了 所以他们被迫要逃难 去别的地方 有一些是贫穷 在那里没有水 没有电 所以要搬到另外的地方 教宗说 这是今天的一个现象 很多的移民 移民潮 去年我去欧洲的时候 经过比利时 那里有一天就有三万人 从伊拉克 从叙利亚逃难到比利时 所以政府就很紧张 怎么接待这些人 他们把这些人安置在 一些避难所里面 就是一些临时的接待中心 然后他们要求一些家庭 来接待这些人 这些孩子收养 或者房子大的 可以接待他们几个月 比如说 我家有两个房子 三个房子 能不能贡献出一个来 政府给一些租金 让他们住 那时候我就知道 有一些基督徒家庭 他们就勇敢的 响应政府的号召 慷慨的 主动的到政府那里去报答 我家闲着一处房子 五间 愿意让 接待一个家庭 好 政府给一些补助 当然那个补助是比较低的 你不要说 这回做买卖 我会赚多少钱 反正接待的这些基督徒家庭 都不是为了这个 所以教宗说 现在是当今的一个现象 这些家庭本身就很痛苦 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 说到这里 我也想到一些外地人 比如说 您的结婚 因着什么 一个外省的 驾到我们这里来 有时 人地生疏 举目无亲 在这里 我们就拿这些人 要特别的照顾 要帮助他们 一些做生意的 搬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中文有一个词 叫欺生 欺负 陌生人 这个不是 我可以做的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给他们结成邻里 像兄弟 像兄弟 像亲戚一样 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亲戚 我们接待 我们帮助 很多方面都可以提供一些支援 这个是基督徒的精神 这是讲到这些家庭 然后教宗还提到一些家庭 比如说 比如说有重病号的家庭 有天生的残疾 或者后天的车祸 或者什么 生病了 躺在床上 教宗说 这些家庭特别值得敬佩 教宗就说出这样的话 值得我们感激 因为你们在做着见证 什么见证呢 你们在告诉大家生命的可贵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生命 对于你们可能是一个负担 可是你们怀着爱多少年了 照顾着这些有需要的人 你们的爱心在成长 所以病人从另一方面说 给家庭的一个礼物 让他们学习彼此互助 学习爱 如果没有病人就不一样 跟有病人真的不一样 特别有爱心这一家人变得 所以这样的家庭 在告诉别人生命的意义 生命不在于就是我健康 我有钱我怎么样 他即使生病 他即使很贫困 甚至不能工作 但是他那是一个人 是天主的孩子 耶稣说 你们对这些最小的兄弟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所以这些家庭 将来你们就准备着 接受天主的赏报吧 因为你们家里有病人 你们在照顾着耶稣 随后教终也讲到老人 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照顾老人 现在我们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 大家都向前看 很自然的 有时我们就把老人 看成了一个负担 他不能挣钱了 而且还花钱 所以有时真的像一个包袱一样 给家庭很大的压力 挣钱都很难 结果老人生病 老人耽误我们的时间 等等 所以也就出来了 在一些国家 刚立的法叫什么 安乐死 或者陪伴自杀 有时是跟病人商量 他同意的 吃点药 打个针 家人在旁边陪着就死了 有时是病人 像植物人一样 根本没有意识 好 家人们一商量 请医生打针 就让他安详地离开了世界 有一些国家合法化了 但是教会不能接受 教宗说 这是对家庭的严重威胁 也是对我们自己 可以说一种威胁 将来多少年以后 或者几年以后 或者明天 谁敢保自己 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如果我们现在 这样对别人 将来有一天 别人会对我们 小心 所以照顾老人 教会呢 也有这个责任 帮助这些家庭 担起这个担子来 他们给了我们 不只是家庭 社会 贡献了他们的一生 现在我们回报他们 照顾老人 就是照顾自己 孩子们都看着呢 我们今天怎么样 关心他们 照顾他们 将来孩子们 会怎么样对我们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文化的影响力 特别要照顾老长者 老人不方便 我们孝顺 这是中国的文化 也是教会所要求的 最后 还有教宗也提到贫困的家庭 有一些经济 特别困难的家庭 是 谁都有困难 可是对这些 贫困的家庭 困难就更大了 教会呢 理解他们 安慰他们 要想办法接近他们 教宗说 能帮助帮助 如果不能帮助 要接近他们 陪伴他们 跟他们通干共苦 面对他们尽量的少 给予一些负担 少给予规定 让他们感到教会是母亲 而不是判官 他们可能不像有钱的人 接近教会 常帮教会的忙 所以教会就 很抬举他们 对那些人 教会不理 不理这些穷人 神父或者修女 有时也不去他们家 说句话都很难 不 让他们感觉到 教会像母亲 而不是判官 事实上 母亲应该用仁慈 拥抱她的孩子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家庭的现状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让我们也注意 看从刚才听的这一些 有哪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改善的 好不只是听 让我们也去行动吧 愿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